记者廖淑林云林报道,虎伟安庆,丽人国小永多云林县长被柔道锦标赛团体关亚军,个人金牌超过十面,学生家长说,两校都由虎伟柔道馆负责集训,堪称是由始兄弟拿下关亚军,虎伟柔道馆鞠躬绝尾,虎伟徐安庆,丽人两所国小的柔道小将都由虎伟柔道馆教练,丁学伟,廖浩廷负责训练, 不少小选手甚至是第一次参赛,却能在云林县长被柔道锦标赛拿下团体关亚军,并将代表云林参加全国赛,让人刮目相看,丽人国小五年级林云浩第一次参赛就拿下国小男生第四级金牌,教练丁学伟说,云浩反应敏捷,体能好,第一场就打败今年全国柔道锦标赛第三名的选手, 进而拿下现在第四级的金牌,堪称这次比赛的黑马,丁学伟说,不论男女生学习柔道除了可以增强体能,还能训练健康,反应力及具有自我保护的能力,相当值得推广。